大家好,我是通关时刻 今天来看一下联赛 因为我的本数太低了,不能参加 这个联赛是冠军二的 冠军一的部落没开 来看一下冠军二的联赛是怎么打 先看一下这个二号三颗星的 是被我们这边的部落成员成歌打的三颗星 它用的是雷龙一字滑 玩雷龙玩得好,它也是有前途的 开一下这样的阵型 开一下它是怎么打的 开局就雷龙一字滑了 混得好的话就三颗星 混不好的话就两颗星 还是能保住的 毕竟有飞艇然后里面装着大雪怪 要想打两颗星那不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连我都能做到 更不用说这些部落大神了 大本银已经偷掉了 现在还剩几条雷龙 至于能不能三颗星的七分靠天意 三分靠法术的精准度 能不能恰到好处的补上一瓶法术 现在还剩下三条飞龙 不过英雄都还在 女王在这儿怼墙 已经没有女王什么事了 她怼完这扇墙 然后再怼另外一扇墙 不开始怼的 回心转意的就是好 收尾 没问题的 又再怼下 又再怼墙 烂泥扶不上墙 传染给守护者的 女王开大招 游戏结束 很稳 我们再来看四号吧 四号是部落成员晚风 大的 去看一下怎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十四本 这样的一个阵型 中间一个大背影 这里三个地狱塔 连弩 哦 守护者往这边开 它是应该打算走这一边吧 这边应该要清边吧 如果没猜错的话 先打掉它两个投石炮 这个投石炮好像有点够不着 这个角度它是刚刚好 已经算死了的 哪有那么容易被你打到 女王还不动手 女王满王大学怪 蓝胖 用的是超级蓝胖哦 我 援军 是条狗 把它毒了 精神已经放了 飞顿先把那个投石炮收拾掉 哇 大本营的伤害真的是很高 还有两条小狗 一直在缠着我们的蛮王 飞顿开大招 哇 这个阵型这么简单哦 还剩一个箭塔四四发抖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三颗星 游戏结束 我们再看一下五号 部落成员美丽的家园打的 像这样的一个阵型 全屏 全屏的都是建筑 像这样的一个阵子 守护着 想把这边都打掉 用雪怪断边 用雪怪断边 又来一个雪怪 生怕它走歪了 走歪就不好了 现在断边 现在断边一个安全 然后这里来个穿墙 大部队从这里开进 冰冻 皮卡 女王满王全部一起上 还有三个超法 中间给它地震震开 所有的城墙已经打通了 我们的大部队只需要长驱植入就行 大本营偷掉 飞顿从这边开始 把它那个偷掉 后面跟上法师轻微 后面跟上法师轻微 哇这里好多小电塔 小电塔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这飞顿还是满雪的 女王大招还没用 这飞顿还是满雪的 这飞顿还是满雪的 下还是一个排气泡 扛不住的 最后游戏结束完美 又拿下三颗心的 游戏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六号 进攻回放 是部落成员刁传打的 像这样的一个阵 它的进攻思路 也挺简单的 用飞艇把大本营爆掉 然后从这里断边 断好边的话 从这里大部队进去 然后呢这里一个穿墙法术 然后呢 这里再来个地震 这里飞顿进场 把这些清理掉 像这样的一个阵型 看一下它是怎么打的 开局先用守护者 开局先用守护者 用两个雪怪 冰已经清好了 两个皮卡一个冰人 马王女王开始动手 这里一个飞艇过去 一个无敌 它就是有陷阱 也奈何不了飞艇 飞艇 飞队已经进场了 天鹰打掉 像这样的阵型 在那里放个地震真的恰到好处 基本上已经 所有的城墙都已经打通了 只剩这两格的城墙 放地震还是放的挺好的 然后在那里放入 好处 我没有阻挤 好处 好处 我先用湿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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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三个英雄一个皮卡 够了 飞顿单头立一塔 打不过 宝宝龙被打掉了 法师也被打掉了 这剑塔挺顽强的 现在开始轻微了 三颗星 恭喜这位部落成员大获全胜 我们来看一下 9号 是部落成员小胖子打的 三颗星 像这样的一个阵性 看一下它是怎么打的 炸弹兵开一下 女王开始上 要把这家农炮打掉 这家农炮专稿偷袭 这炸弹兵炸开了墙 前面拍过去一个猎手 就是被加龙炮打掉的 刚刚那个女王的大招差一点就被逼出来了 真的有惊无险 差那么一点点 一丝丝血 还好拿起来 要是就这样浪费了女王大招 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飞艇进去了 对面的援军 对面的援军是条狗 女王隐身一下 避其锋芒 把狗引开 狗爆掉了 大本衣也爆掉了 雪怪 输出还挺高的 伤害打满 飞盾那边已经解决掉了大部分的防御建筑 开在这里 帘弩打掉 这个地狱塔打不掉 位置 放得好 天使有点扛不住了 女王 开大招 果断地开 天使还剩两个 这个天使还是一丝丝血 真的一丝丝 已经见底的 雪条是一片漆黑的 最后游戏结束 成功拿下这个阵型 完美 我们来看10号这个回放 是部落前员快到碗里来打的 这样的一个阵型 用的是空军呢 打部落战怎么会少个空军呢 现在来看一下空军是怎么打这个阵型的 用格布林来断边 用格布林来断边 炸弹开枪 法师跟上 女王 蛮王 那么多飞龙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在已经开始动手了 这么多气球 蛮王也把另外一边的防御建筑全部打掉了 飞艇开始动手 飞艇是有任务的 不仅要爆掉大本营 还要把大本营周围的所有陷阱全部探掉 那我还真的吸引了好多陷阱呢 大本营被爆掉了 很完美的一次行动 现在飞盾的血量还是挺高的 女王有点残血的 飞盾开大招 挺简单的 就这样拿下 最后游戏结束 轻微 上面还有两个建筑 还好时间够 三颗星 拿下 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了 还有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第五场 第六场 第七场 在等着我们 我们不见不散 按照现在的趋势呢 我们这个部落遥遥领先 大家祝 我这个部落 拿联赛第一吧 晋级之后就是联赛冠军一 视频结束 我们第二场再见 这一个部落